与成功老风花无限 与筍功老小河无限 大家好,我是河草大叔 大家好,我是河草师傅阿筍 我们看一下老挝首都这个天气 现在已经是老挝时间下午差不多六点了 还是这么热 这几天白天基本上是41到43度 然后到晚上都还三十几度 哇,太热太热太热了 我们现在要去一下云南二种家做客 然后我们现在出去买点水果 他喊我什么东西都不要拿过去的 但是我们还是要礼貌一下去买点水果啊 饮料啊什么的 中老铁路在这里啊 他家离我家也是一个公里左右 他没有开始动工哦 这里弄好要两三百个W 现在天气太热了,人家都不来干活 刘三,那你也买七亩地这里建房子 不怕找不到女朋友 我们来看一下老挝这个太阳 哇,现在白天40到43度 等了一个多星期啊 现在我们车的配件终于到了 现在跟老挝开车出去 我老挝的气息场那边修一下车 先把车修好,然后回国了 等了好久啊 这段时间在这边天天中暑 吃不下饭了 太热了,这个天气 走啊 来到我老表的气息这里了 不知道今天能不能修好啊 盖一下这个 这个印度车还在这里啊 换配件的要换四五万块钱 你估计它都不修了 这段 把车丢在这里,然后跟老婆打迪士回去了 现在老挝的打车软件 他们的电车都是用比亚迪的 老挝这边也用电车了 而且还是用比亚迪的 这个不是电车 这个不是电车吗 这个有很多啊 这个是电车吗 刚刚给了 你看看那个 哦,它现在这个不是电车 是 这个是油车 但是它是比亚迪的 很多啊 现在你看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不是中国人在这里搞这个打车软件 是吗 这个是中国人啦 这个 这个是老挝啊 嗯 十三个公里是吧 十三个公里打车回来花了多少钱 一百一百四十六 我老婆说的一百四十六是 十四万六老币 十四万六老币也是 哇 贵啊 十四万六 我看一下是多少钱 四十多块钱 这边打车现在还是挺贵的 我们上次坐那个三轮车回来 它要我们二十五万嘛 不是吗 嗯 开着十六度的空调 几个中国人 茶哥也在这里 躲在这里买瓶酒在这里 避暑啊 太热太热了 中国太热了 中国太热了是吗 哈哈哈 老挝热 天亮不开 哈哈哈 现在已经是中国时间 傍晚七点了 看一下 老挝这边天还没黑 我买这个鸡蛋 老婆刚刚买菜回来了 买这个毛蛋是吗 不是 我放在你那里坏了 哦 买这个鸡蛋 秤回来秤坏了 你把它打出来吗 它打出来全部煎完了 开摩托车去码都放在那里秤坏了 你把它全部打出来还可以撕了 嗯 然后我们也是要做晚饭吃啊 几个中国人 躲在这个小房间里面避暑开着空调都不敢出门 太热太热了 这个老挝这个天气不是盖的 一般中国人过来都会有点受不了的 真的太热了 自从我们回到家里 我家附近这些狗都喜欢跑来我们家 每天都是一堆狗跑来我们家 因为我们家有骨头吃 有肉吃 要不然这只狗 有水都不进啊 这里又有一条在这里 好 好 好 港都不跑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 就 拍摄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老乡朋友的关注 谢谢大家